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四五发展的宏伟蓝图 总书记讲的一句话叫做全球产业链 价值链 供应链的重要苏宁 打造人民城市新标杆 开启未来发展新征程 而立浦东如何再出发 第一点要放开眼界 第二要收获藏三角 头脑风暴 城市新起点 未来新标杆即将展开 浦东是一个奇迹 三十年前 站在外滩东望浦东 举目是千墨纵横的农田 三十年后 这里奇迹般地崛起一座现代化新城 第一个金融贸易区 第一个出口加工区 第一个保税区 以全国八千分之一的土地面积 创造全国八十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浦东在新征程上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提出明确要求 要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 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 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 中国精神 中国道路 那么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展望十四五 浦东将肩负哪些历史使命 迈向新征程 浦东又将如何续写新奇迹 本期节目邀请到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秦硕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 和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 从超大城市精细化建设和治理的角度 进行深度解读 风暴即将展开 非常感谢三位可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三位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与浦东最深刻的渊源的一个小故事 或者是某一个瞬间 秦总 我是2004年到上海的 当时家属还在外地 后来05年他们也迁来了 前来当时我小孩子当时有上小学三年纪 他有些不适应从外地来 经常说我也不觉得这里有什么好 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能不能想一想 浦东有一点什么是好的 他说我觉得浦东外面看到的坏人非常非常少 我说你为什么觉得这样 他说第一个我看到外面没有什么坏人 第二个就是到很晚的时候都还有警察或者巡警 在很角角落落都有 所以就是说一个小女孩 她从外地到了这里 她感受最强烈是一个安全感 那15年以后 我自己前一段去临港去做采访 后来他们讲到一个事情 我没有完全核实 但我想大致的方向是不错 他们就说特斯拉在中国选了最后的三个城市 最后是两个城市 要一锤定音的时候 后来选了临港 其中有一个原因 是上海的治安水平 事实上我们从一个普通的小姑娘 到这么大的一个几百亿投入的项目 其实它会回到这个城市的一些很本源性的东西 比如说安全感 这个我觉得给我印象很深 浦东开放三十年 我们整个一个全国的一个改革开放四十年 其实我们是一路都跟着走过来了 跟浦东相关的 因为早期参加过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浦东开发最早建筑与文件 实际上是我们在八四年的时候 开了一个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研讨会 随后跟中央写了一个座谈会的一个基要的报告 中间创造条件开发浦东 最初是这个八个字 当然后来就说是国务院有一个批评 随后下来上海市委政府做了一系列准备 一直到九零年的 就是说中央正式确定浦东开发的一个战略 前期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主要是什么呢 最初是在选浦东 就是说作为上海经济部的发展 或者对全国经济部做贡献的这个点的时候 讨论议论分歧非常的激烈 分歧在哪里呢 当时最成功的是深圳 深圳成功的经验 按照当时理解 铁丝化栏起来 里边特殊经济政策 随后支援要求往里边一拥 短期之内一个渔村 变成一个城市 当时的认识 那么学深圳的话 我要找一个能不能也这样做的 因为当时有北上方案 有南下方案 南下方案就现在的 就是说临港的那块区 北上的是宝山甚至崇明 崇明是个岛 唯一起来最好 后来发现不对 深圳 它背后 它是一个香港 它有香港这个通道 这个窗口 有这个资源进入的条件 我们崇明岛背后 汪洋大海一片 那么因此南上方案和 南下方案和北上方案呢 很自然的 就是说光是 所是学深圳 这个具体做法的话 对上海可能条件不够 浦东 黄埔江是一条 黄埔江上不可能用铁丝网栏起来 那么由此就有一个 浦东 浦西两个互动的开发 大家后来就认识上是聚焦 随后呢 不是采取铁丝网栏起来 搞特殊政策的那种开发的模式 要探新的路子 后来领导 后来也很赞成 因此后来是我们变成的 就是说浦东新区 当然浦东新区到时 就是1993年 最后再正式的明区下来 这个过程实际上 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是对上海来讲 浦东开放是逼出来的 同时为整个全国发展 做贡献的这一个 这个本身的要求 就是使我们走上了这条道路 谢谢杨彦文先生 给我们分享了浦东规划早期的 应该是中国人在1910年的时候 中国人已经是有很多人 看过世博会 在那个时候 就梦想了100年以后 在浦东搞一次世博会 也就是2010年 这是百年中国人的梦 我觉得说浦东 不能跳到这段历史 在现代社会给中国人 打开野界的时候 实际上有一批难能致死 一直想着浦东 应该是中国的明天 所以具备这么早的前瞻性 也就意味着浦东本身这片土地 它就具备一定的因素和特质 一个基础选择 我是1982年做硕士论文的 我的硕士论文就是浦东开发 改革开发 我很清楚 我得了一个上海市青年论坛的第一名 给我发讲的就是汪市长 这个证书 当时证书发完以后 就是一本 这个 这个奖品 奖品什么呢 一本池海 池海 他下来给我说 我当时25岁 给我说 小屋 我们要在浦东 搞市不会的 你要准备 那是1984 我的论文就是写的这个东西 就是浦东开发 为什么要浦东 我算了很精的 把所有的成本 这个在1982年到84年 每一个移动 假如在浦西的投资 到浦东来 跨越的成本正好是八倍 算了很清楚的定量的分析 所以说到浦东 必须要跨越这个 克服这个八倍的头路 所以说 这是我1984年的硕士论文 想不到呢 在2004年的时候 我被认为 是不会总规划师 我就是从德国回来以后 1996年回国 在德国代史以后回来 直接就落到了浦东莲阳 大不治广场 就做了这个大不治广场 做了莲阳的设计 所以我特别高兴一下 各位这种新上海人 全部聚在这一块板块 所以这段历史可以说 从历史上的百年的梦想 到我们的筹划 想要先是这样 筹划 谋划 到后来干起来 到今天 真的说 一说三十年 过去了 和我当时来的时候 全部穿着高帮套鞋 上海人现在都不知道了 什么叫高帮套鞋 套鞋还不够 还要高帮套鞋 踩着泥土 一块块踩着 今天的 那个四级公园 今天的连阳小区的 这个土地上的时候 你觉得真的是 对我来说我没有三十年 因为我是96年才回国 也是二十四五年的时间 翻天覆地 其实就在11月12号 开发开放 三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讲话当中提到了 五方面非常重要的提法 三位分别关注了哪些 核心的焦点 我觉得这次总书记的讲话 这个非常高屋见领 但是就是我自己读下来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数字 特别接地气 跟每个我们的市民高度相关 因为我是在这个浦东人 我看到了两个数字 印象特别深 一个就是从1993年到现在 浦东的人均住房面积 从15平方米 到了42平方米 那就意味着一个人 增加了27平方米 因为我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人 也就是住了26平方米 我就觉得说 你经过了20来年 就每一个人 一下子都出来那么多的居住面积 这个在某种 这就是自由空间 对吧 第二个这个数字 是讲从1993年到现在的话 人均预期的这个寿命 从这个76到了现在是84.46岁 大概长了8.5岁差不多 那我当时就在想 可能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平均一个人 差不多长出来了 8.5岁相当于差不多长出来一代了 一代我们如果说十年的话 那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人 我的空间 我的空间增加了那么多 我的生命的这个时间 我差不多要平均一百人 我觉得这个时空 因为生命在于运动 运动的基本形式就是时空 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其实就是你每一个人的 这个自由全面发展 这个是真真正正体现到了 我觉得读下来的时候 引擎很重要 这个引擎就是发动机 就是是内生的发动 这个不是说外部嫁接给你 在中国这个90年的时候 内生性的把这台发动机 放到了上海的浦东 使得这个整个的改革开放 都是由内而外的发动到 一波一波的发动到全国去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今天总书记讲话中间 再次说到 要成为新的历史时代的 这么一个引擎作用 我觉得非常重要 他在这个引擎的后面 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谁都无法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把世界隔开 实际上浦东永远是 中国和世界两大海洋的交接的 那个节点 你把这个节点做好了 所以你就理解了历史上 要回到这个点上 永远成为两个界面的 国内和国外两个界面的 交接的引擎 它必须把门彻底打开来 这是一个大国的气度 对 不管是内部的门 还是外部的门 都要把门打开了 这才是真正浦东 可以成为引擎的根本的原因 经过30年的努力 浦东地区生产总值 从1990年的60.24亿元 增长到2019年的1.27万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2.91万元 折合3.32万美元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 浦东如何找准定位 描绘好十四五发展的宏伟蓝图 头脑风暴 城市新起点 未来新标杆 精彩继续 当前世界格局加速演变 国际形势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新形势要求浦东 要有新担当新作为 在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庆祝大会上 总书记深刻指出 新征程上 我们要把浦东新的历史方位和使命 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两个大局中加以谋划 放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 予以考量和谋划 在危机中预先计 于变局中开新局 那么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 浦东如何找准定位 描绘好十四五发展的宏伟蓝图 在未来新一轮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 浦东如何实现新突破 风暴继续精彩 所以这个双向的开发开放 依然要不断地加深 不断地去推进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重点提到 要让浦东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 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衔接 对于这个提法 两位是怎么理解的 如果从时间纬度来讲 两个百年目标现在启动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内容 现代化的建设 空间的是在浦东 从原先做出这么多成就的基础纸上 中央给上海这一次明确一个定位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引领局 马上那就对浦东来说进一步要考虑了 为什么要我来引领 引领什么 如何引领 这个就对上海的浦东 接下来三十年 特别是在我们就说两个百年目 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的是先过程中间 重新发挥一个重要的关键的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其他的空间 其他的地方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就很重要了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全局和 百年位于这大变局 这个变局在这两个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下 然后把浦东定位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带有战略枢纽型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而且总书记讲了一句话叫做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重要枢纽 这个是凸显了今天中国特别需要动态的循环 那么你动态的循环就像就像一个轴承 你要转 它必须要有一个支点 支点放在哪里呢 那么这个支点呢 它必须要具有 我认为要具有一些服务中枢的功能 就它这一种功能 它有带动性 它有辐射性 它有吸聚性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今天浦东发生的活动不仅仅是在浦东 比如说金融 比如说贸易 比如说航运 是全中国的很多的每时每刻的交易 其实都用了浦东的某一个基础设施 用了浦东的某一个制度安排等等 都跟它相关联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看起来是这个1214平方公里的这个图 但是让它的旋转效应 它可能转动了整个的中国 乃至于以转动中国为一个依托呢 它转动世界 因为你今天中国这个已经在全世界的这个 整个的经济体量中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1214平方公里 其实要从这样一个大的格局里面 就它怎么转 它的转速 它的质量 关系到整个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我们再说说总部经济 一直提到总部经济 我们把它具象化 比如外企在华总部 或者说整个大中华区的总部 甚至说还有很多民营企业 也喜欢将自己的整个的这个总部放在上海 秦总这样类型的企业是不是 也是一个双循环的重要的战略的显现 对 对于就是说我们经常在浦东 去参观一些这个跨国公司的这个总部 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特点 比如说这个 我去这个看这个欧赖亚在张江的总部 它现在发生的很有意思的是什么事情呢 以前是全球生产的产品到中国销售 后来呢在中国这个针对中国消费者进行一些本土化的研发 因为那皮肤跟外面不一样 今天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是在中国的研发迈向全球 为什么在中国的研发可以迈向全球呢 因为中国的这个消费者了解全世界 他哪里都走过 中国消费者的审美偏好 比如说他们这个有一种这个这个染发的 就它是多层次的那种渐变的 这个在中国研发出来以后发现 哇在全世界做了一些消费者测试 发现很多人很追绑 换句话说是什么呢 过去中国被世界转动 现在世界的一些地方被中国转动 这个就是在循环 那么循环的那个那个引擎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地方 同时中国的一些这个公司呢 从立足于像这个像我们这里 它走向全球 它立足于上海走向全球 比如说像上汽都很典型 它现在这个一些这个新能源车 可能就是明年可能在欧洲 他们告诉我可能卖两万辆 它为什么能够能够卖到这个两万辆呢 因为你基于在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方面的 很多的这个创新 现在发现可以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生产出来 到欧洲以后呢还竞争不落后 所以的话呢 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上海浦东发生了很多东西啊 代表了这种啊 这个new new thing 就是最新最新的一些东西 这个卫士不再是像过去那样 我是被别人做好 然后到了我当二传手 我当这个拷贝 我今天是我是可能是最新的 或者说我在某些领域是最新的 我开始辐射世界了 像这里面核心的 我自己这个很有体会的是 外面看到的是产品的迭代 从输入者到共同输出者的整个过程 像这里面更重要的是人才 在刚刚开始进入500强 大规模集聚浦东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没有看到这一步的 是这批人才全部集聚过来了 进入了这些高管群 研发群 然后这批人现在在过去的10年 15年又开始脱胎 变成自主创新的一个群体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这批人成为真正的 主体创新者 那么所以说这批人才是浦东 今天说新起点的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点 一直提到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时也是在两个百年的一个 交汇的历史的时点 我们在今年也有这个十四五的规划 而十四五的规划当中 浦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三位怎么看 十四五规划原先都已经有了 初步的考虑了 众星现在是开局之年 它是有一个什么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发展格局情况下 你要制定十四五也好 二零三五也好 或者二零五零也好 就有一个根据新的情况变化 重新审视原有的或者现有的目标规划考虑措施做法 比如说跟浦东有关的 浦东现在不是我们讲五大中心的它的核心承载区吗 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 我们原先的国际金融中心 中心路加水 毫无疑问 现在加一个领港 若加领港不是两个空间的一个延伸 而是在于 一个是以在岸金融为主的 国际金融体系的构建和进一步的增强 另外一个 跟刚才所谈的总部经济 以及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 它的掌控相联系的 我们的 就说不是一个在岸金融 而是离岸金融 为主要内容的 这块原先我们是若想 我要补的 浦东若加水 在岸离岸 两个同起来 是在新的形式下 对于我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的要求 以及浦东 它本身进入发展新的使命 浦东实际上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式 从一个农业地区 进入了一个新区 伟大的新区 让上海人 让中国人都骄傲的一个新区 实际上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也就是说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假如是所有的人 在上海的中环上走一圈 你就会发现 在浦西中环是在穿越在大都会里面 一到浦东以后 你是突然之间 你就发现 它是一个有目的地的新区 要么是绿色 要么去居住区 要么去一个半年龙城 它不是一个大都会 没有完成 所以说非常清楚 我们浦东还有一个城市 新的起点 不是新区新起点 只是还要往前走 我相信这一块 是我一直回到人的创新人群的这么一个范围 是非常重要的 所谓新区和城市新起点 很大的区别是什么 新区你是有目标的 你要么去上班 要么去休闲 你要么去回家 大都会是可以无目标的过程中间 产生大量新想法的地方 新刺激你 碰到新朋友 无意之间产生那么多想法的地方 这叫大都会 我觉得吴先生这个提法 其实有一些城市的浪漫感在里面 不是浪漫感 是本质感 本质感 你假如是英文叫urbanity urbanity就是产生大量原创思想的地方 这是人类文明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任何一个文明伟大的时候 它就有都市 有城市人群在休闲的 无意的交往中间 产生伟大思想的 像今天我们在做栏目 三位我们之前没见面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共鸣 是吧 听了它以后 我会想到更多的东西 听了你说了以后 我会想到更多的东西 是不同的人群 在同空间里面 无目的地进行的交往的时候 产生新想法 这是都市的伟大之处 也是一个文明伟大之处 所以浦东是城市的新的起点 新的起点 然后它要成为新标杆 就非常重要的 就是产生这样一个群落创新 我体会就是 就是吴孝掌讲的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它浦东最早是开发开放 是吧 其实90年确定这个 但是真正成立这个新区的这个政府啊 管理会啊 又是往后慢慢纪念 那一开始呢 搞的都是四个功能区 所以一开始呢 就是想着要么做金融 我们要么做贸易 是吧 在那个时候呢 那个对于人 对于人的聚集 对于城市的公共性 对于城市的交互性 这些东西呢 就早期是有所忽略的 可以说 很典型的就是在陆家嘴 因为我们在陆家嘴开会很多研讨会 大家都说 当时这个陆家嘴呢 公众地区变成这个楼与楼之间的连接 包括这个人形都很不方便 人跟人的交流就没办法 然后你没有那么多的公共空间的话呢 它发生不了人跟人的这个交互 每天我们之间是什么 我们只能做生意 我脑子里只有客户而没有朋友 就变成这样一种状况 那么我觉得呢 就这种情况呢 现在呢 就是说在这个 在这个公门发育以后 和越来越多的人住在 我们现在毕竟是五百多人 多万人的一个地方了 那么慢慢的话呢 他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了 对吧 就是说我们今天衡量浦东呢 我觉得这个吴孝敬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不能够再把它简单 当成一个经济发展区域了 而要今天的浦东 能不能成为 比如说历史上的上海 历史上的纽约 伦敦 是吧 它变成了一个伟大气象的城市 那这个的定位呢 我觉得确确实实 就我们说 这未来新标杆 城市新起点呢 这个就是点到了一个要害 它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说百年崛起 你就要能够有百年的伟大的思想的诞生 而百年伟大的思想的诞生 就是要由这些有思想的人群在这里汇聚 汇聚不是公立的 不是说没有目的的 是不公立的汇聚的时候 这是非常伟大的思想诞生的地方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城市新起点的内涵 本质的内涵 就要这个地方普通的诞生伟大的测源的思想的地 这个地方不管是技术的 还是体制管理的 还是资源配置的 还是全球的未来的 艺术文化建筑设计的 完全汇聚在这 就是这样 承担一种全世界的引领作用 我们就需要用思想 添加思想这个非常重要的内生动力 思想的聚集 伟大灵魂的这个聚集 包括像在张江 其实也有像当代的美术馆 然后包括像陆家水 也包括其他的 普通广阔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区域当中 所承载的这些目的性 或者说 普通的很多功能性建筑 也是很了不起的 比方说我们的陆家水 有很多的很优秀的建筑 这个从经贸 这是非常营练了 中华古塔的里面的韵律 这是现代的钢剑构 但是它韵味完全是中华的 几千年文化的精髓 给它提炼出来 万科的王石跟我说过一次 他说他最喜欢的建筑 就是经贸 我说为什么 他说经贸 在他看来 带有的这个竹子开花 节节高那样的一种 中国的这样一种 向上的这种气象 而且又非常现代 对 它实际上 像这种这类的建筑 它是功能性建筑 但是它的形态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把中国的韵味 全部做出来了 另外我们中国馆 也是在世博会上 也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建筑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有 但是我们要有更多 有更多这样让文化 承载思想的地方 承载我们测缘地的地方 公共的空间 能够大量的交往 这是很了不起事 因为这个里面上端 当然是思想的测缘 这个中间是这样 公共空间的载体 下面就是非常在形下的 就是真正的就是配置中心 我们再继续回到 更加聚焦的话题 上海要做金融中心 要做经济中心 要做行运中心 还要做科技中心 还要做创业中心 这么多的职责 放在肩膀上 浦东未来的这个发展 特别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 怎么继续去加深这种协同 刚才你说到 就是说国家给了上海 很多的任务 欲待王冠必成其重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浦东的压力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今天有这么重的任务 但是又是在竞争的环境下 如何突破 那么我觉得这个核心 的的确确还是人才 还是人才 那么从这个偏经济的 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企业家精神的弘扬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是你叫创新测源地以后 怎么让更多的出来 这个更多的出来 不是你规划出来的 没有人说普通 要规划一个喜马拉雅FM 没有人说要规划一个 阅文集团 都没有的 它是某些人的这个想法 结合今天的这个技术条件和对消费者动感 它创出来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让更多的人在这里 有创新创业的这个创意 而且抑郁得到实施 我们现在张江从这个生物医药角度是可以的 因为我就有一个创意 我中视怎么办呢 我基础研究的第一步怎么办呢 那有很多的共性的技术的这个平台 帮着你去实施 但是还有很多东西 还是需要有更多的搭建更多的平台 不是说建了这个场馆 有这个运营载体 那内容呢 内容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就是说我们要真正完成好国家使命 是吧 这个听起来是非常大 但是反而呢 要从微观上创造一种环境文化机制 让更多的人呢 他活跃起来 而历之年的浦东已发展成 面积约占上海五分之一 常住人口约占上海四分之一的 现代化新城 那么进入新时代 浦东将如何提升 现代化的有效治理 打造城市新标杆 头脑风暴 城市新起点 未来新标杆 精彩继续 2019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 在本次会议中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要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三十而立再出发的浦东 如何建设人民城市理念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进入新时代 浦东又如何提升 现代化的治理水平 那么在十四五规划当中也提到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而这次会议当中 习总书记再次强调 要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开创人民城市建设的新局面 什么是人民城市 大家怎么看 关于城市本身的建设治理规划的新的要求 总书记谈了一个新的概念 它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理念 而且在这次讲话中间提到了两次 这个原先是属于企业层面的 它的一个管理理念 对于我们现在的城市治理 对于现代城市的治理 要有现代城市管理的理念 来进一步推进这个 这个需要做进一步的理念 因为我是研究城市 我讲一段 可能会大家理解透彻一点 城市是从人类集聚以后 达到文明程度以后才开始的 但是随着人类诞生城市的时候 是有过为神而存在的城市 祭拜的是神 所有的城市的格局是按照天来布局的 然后就回到为皇帝而存在的城市 为了显示皇帝的皇权 所以要建大道 后来到了现代社会 我们说为人而存在的城市 人是主体 今天我们说为人民而建的城市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为了部分人 也为了群体的人 这就是世代不同的概念 有了这代以后 你就知道什么叫人民城市 以人为本 也就是说一 以人为本 二 落者也有他顺存的空间 也有他温暖的关怀 我们街边的一个小绿地 可能会带来你非常多的 永久的美好的记忆 这个可能是孩子的回家的路上的放心 让你安安全全地在上班的时间 不用为孩子整天揪心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城市的温度 老人 孤寡老人 照样有邻居 对他非常关爱 实际上这一层面是总书记说的特别多的意思 那么当然还有一层意思 到了今天 我们不仅仅是有温度 而且还有精度 精尖的这个来治理 有精度 那么还有个敏度 高度的灵敏度 来知道哪里是已经变化了 不能是麻木 不能的对城市的变化 所以说把这些东西做进去 那就是现在 从过去的城市到了今天 我们说在世界上 明天的城市标杆在哪里 这就是关键性的标杆 你能够为一部分人服务的 你叫现代城市 但是到了现代城市以后 再进入往下走 就是说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特别好 而且还全体市民 强者落者 皆能够找到自己的舒服的温度 所以是以人为本 若有重福 老有所养 又有所欲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一个方面 就是说你这个城市提供的 这个公共性外部性 要遍及城市的每一个成员 就它非常普惠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公共的 这个福祉的保障和投入上 包括现在这个老人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碰见有一个老人说 我看得上的养老院 我住不起 我住得起的 我看不上 这都是问题 是吧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 第二个层面 刚才吴远石也讲了 就是这个精度 精度我理解的 其实是智能化 精准化智力 智能化精准 那么我们现在通过这种5G时代 包括传感设备 还有利用建立一套 从新区一级到接阵 再到下面的社区局委会 三级的体系 它继承的工作站都上千了 然后就是它很多的工作的 信息整个的采集 这个传导 处理 分发 再改进 落实呢 它整个的这个体系 基本上我觉得已经建立了 那未来是怎么样的 这个精准化 现在就打个比方说 你这个小区里面 如果说哪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标示的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 违章的一个行为 是吧 或者有一个 停了一个违章的车辆 这个现在马上 这个信息啊 都可以在大脑里处理 然后呢 就直接这个信息 就分发给相关的人 你就要去解决了 解决完以后 马上那里就反映 你已经任务落实了 任务落实了 实时处理 实时反馈 实时反馈 智能处理的 你需要有这个完整 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 其实呢 城市的这个治理的 现代化水平怎么去提高啊 还要根据这个城市 不一样的特点 比如说像上海 它是一个超大城市 那么超大城市的治理模板 该怎么去打造 同时上海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城市 它辐射整个的 这个长江三角洲 还有带动的效应 我们该怎么去制定 它未来城市的模板呢 实际上刚才提的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点呢 我觉得真正要做到 向前推进的话 第一点就是 一定要非常清楚 别人在做什么 我在我手上有 全世界32个大都会的 2035 2040的发展规划 很多城市把目标 都是对着上海的 就是看住上海 上海在做什么 实际上 应该专案海人 在这个做事情上 不要忘记 眼睛要看住世界 不打开了眼界 是没法做的 所以要站在地球一边 来规划未来浦东的发展 这是秦总提出的一个观点 非常清楚的 这个一站在地球一边 二跑到每个城市去 要清清楚楚 什么城市 是老标杆 我们是怎么是 置顶新标杆 你假如是不能在纽约 不能在巴黎 不能在伦敦 不能在东京 清清楚楚 别人想做什么 不是说别人做了什么 是别人想做什么 你都不清楚的话 你谈也别谈新标杆 所以说这是第一点 要放开眼界 第二要胸怀长三角 一个城市不断的 积居积居积居 要塑的时候 实际上在大规模城市 非常危险的 就是说你不断的吸纳 吸纳到后面 你没有吐出的时候 就像个人 你脸要长得痛哄痛哄 因为你不能够有积居 还有书放 你不能够只有世界资源 不能够有地方的文脉支撑 你吃点这个传统小菜 也很舒服 你不一定是天天是 咖啡和奶油蛋糕的 所以说这种循环体 这是世界未来引领的 关键的这一点 所以要把它很清楚 把握着 打开眼界 而且是精确的 它明天要做的眼界 不是说今天已经做了眼界 脚踏我们整个的 长三角的大地 把人形成一个共同体 我最近刚刚完成了 所有长三角的 41个城市的 里面的所有的 创新要素的评价 每个城市强项 每个城市落板 实际上可以做大量的配置 这就是人类没有完成过的 一个群落里面的 大城市的要素 进行人工智能配置以后 进行线下汇聚 这一定是人类未来的 大都会的真正的标杆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在浦东开发开放 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 习总书记提出 要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 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 尽快把上海建成 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带动长江三角洲 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 经济的新飞跃 站上新的历史起点 浦东如何创造 开发开放新的更大奇迹 风暴继续精彩 浦东新一轮的开放和开发 应该从哪一步来着手呢 杨先生 主要从制度环境 营商环境的根本的改善上着手 因为现在国内 估计两个资源需要动用 就是说两个市场 需要能够有一个统筹 两个环节需要有个相互 促进我们作为战略链接点 而中间核心的核心 是我们现在通过 就是说制度的开放 规则的开放 能在浦东打造真正的 一流的营商环境 从而接触资源 配置资源 发挥功能 带动整体 对 这些年浦东在要素成本 不断上升的背景下 靠什么样的力量 能够继续引领创新的活力呢 其实主要是靠降低 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所以我们的通过一网通办 以及有大量的 在行政审批环节里的改革 包括原来的 三局合一 包括现在的 一业一正 其实做了大量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才能使得 虽然我要素成本上升了 我成本贵了 但是我的跟交易有关的 跟制度环境有关的 成本大大降低 让别人非常方便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讲 他的综合成本的优势呢 那浦东依然是具备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他这些年的这个系统性的 制度的这个创新啊 应该是浦东 保有今天竞争力的 关键之所在 非常清楚的 就是作为未来的浦东 应该是一 我站在整个中国的盘面上 看我在整个世界中间的格局 二 我站在世界的格局上 我怎么能够带动中国 这是一个根本的 思考问题的方法 第二 我们必须非常清楚的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拿出 什么局部地区的是可复制的 你假如是你伟大 伟大到人家都不可复制 你也就没有办法伟大 你假如伟大到 这个大家都可复制 你也没法伟大 所以说很清楚的思考方式 就是什么是你不可复制的 什么是你创造的底部的 可复制的 这就是一个伟大城市的诞生 而一个中华民族 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城市 代表这个文明的最高度 而这个地方就要承载 这么一个伟大的 中华民族崛起的 一个伟大的城市的使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事情 所以伟大还要友好 所以两个叠加在一起 是一个可以承担起历史使命的 有温度的城市 对的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而历之年的浦东 在新的起点上 将开启新的征程 奋力创造出新时代的更大奇迹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浦东改革开放三十年 书写传奇 创造条件开放浦东 站在新起点 浦东如何找准定位 描绘好十四五发展的宏伟蓝图 总书记讲了一句话叫做 全球产业链 价值链 供应链的重要苏链 第一点要放开眼界 第二 要生怀藏三角 头脑风暴 城市新起点 未来新标杆特别呈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